他们被撞了 我的天啊 我的天啊 民众惊呼连连 地面上还流有血迹 医护人员把伤势严重的伤患 抬上担架 一旁还在进行急救 OK 谢谢 枪击案发生后 购物民众全被撤离到户外 我听听了20-30冰箱 在房间里 数冰箱里在房间里 从电池区域 16日在美国南卡罗兰纳州 经传一处购物中心 发生枪击案 造成14人受伤 其中有10人重弹 警方表示这是一起蓄意的枪击案 目前已经逮捕三名嫌犯 4月以来 美国陆续发生 加州杀家缅度枪击案 纽约地铁枪击案 也再一次引发 美国枪支自由争论 TVBS新闻综合报导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 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